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好 观众朋友们 目前全球正在进入一个高科技 又是数字化的时代 那我们的工作也是逐渐地 被机器人给占领 那我们对这些机器人到来 又爱又恨 我今天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一个印尼的商场中间 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展览 那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的高科技展览 展出了一些哪些新的样品呢 走吧 Distrupto的年度会议 于11月22号至24号 在亚加达的印尼广场举行 为期三天的会议 探讨了有关技术应用 及未来探索等话题 Distrupto的名字 今年的会议以人类的未来为主题 邀请了国内外将近200名演讲嘉宾 并为印尼的民众 展出了各种新颖的高科技产品 我们有很多挑战的挑战 从地球温暖的 温暖的 温暖的 缺乏资产业之类的 技术之类的 可能有疑问 人们将会改变成了 robot之类的 我们要带出了 我们要带出了 和文化从技术之类的 三位来自国外的演讲嘉宾 成为今年Disrupto年度会议的焦点人物 其中一位是来自日本的高桥李莎 她代表日本一家机器人套检开发公司 展出了一套能辅助人体运动的外骨骸动力服 这些人通常是�罕病如何使用患者 种植栏病毒、患者或者病毒病毒 因为我们举行我们和脚在脚在脚位 能关于脚位或细心的体内 所以我们据到脚位的赤手 我们据到脚位的皮囊 在今年的高新科技产品展中 来自一年大学的学生们 为民众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式 实地考察 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来观察建筑 本次活动除了展出 许多高新科技产品之外 还有专业人士教导民众 如何安全使用数字科技产品 因为目前数字科技产品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Tilly Lockheed就是一位 在生活中离不开 高新科技设备的女生 她自小因为患上脑膜炎 而引发了败血症 在婴儿时期便失去双手 但是在Open Bionic的帮助下 Tilly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正常生活 整个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希望 所有人都来到这个节奏 都能看到和 专门联合 就像Foreati,Loki,Cyberdyne 更加清楚 我们必须与机器人 一起建设一个更加完美 更加安全的世界 美术新闻 吴崇华 Denny Usta 采访导导